大家好啊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这个局势的变化 都有一个很难俗的词 叫做黑天鹅 是吧 黑天鹅事件 现在中国政治 中国社会的黑天鹅事件 现在居然是河南省 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中学的 一个14岁的中学生 叫杨刘阳 这个小朋友 被这个学校的老师给打死的这个事件 现在越闹越大 是标准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 标准意义上的这个叫做蝴蝶扇动翅膀 先动了细胞子的床单 那绝对的有意思的 说这个事情呢 本来吧 你就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偏远的县城 是不是 我这种人就在县城里面 小县城里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太了解 那个地方就是一天塌下来也无所谓 是不是 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事情 小仙城能闹出什么风波呢 开玩笑啊 你辛亥革命也是武汉 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 小仙城居然长出一个黑天鹅 也是醉了 我这个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在小仙城里面 那个时候这个六四了 六四了 完了以后 那你的老百姓 你北京死多少人 共产党邓小平开多少坛 开了杀 杀学生 杀北京市市民 跟小仙城里面没任何关系 都没有人谈这个事情 没有几个人会打开电视器去看那个什么 看这个所谓的六四的场面 是不是 而且他们都是跟着人民日报的摄灯走的 然后你捧一声令下 下面的人就开始要反对学生了 就是跟这种国家的变化 这种民意的走动 跟他们没任何关系 所以我一直认为小仙城这个地方 就是一些个昏吃等死的小地方 那个地方是真是 人陷入小仙城的文化 陷入小仙城的环境 你真是诸狗不如 啥也不是 所以一个真正有点想法的人 一定要逃离仙城 我们以前这个做公治的时候 就中国的一些个社会县城 就写过这样的文章 其中标题叫逃离小仙城 后来觉得小仙城 这个小字有点歧视的意思 就叫逃离仙城 你只是要到个省会里面 说我们那时候还做过一个选题 叫哪些个省会是有文化的 是有观念的 是有壮击的 是有心灵激荡的 然后我们就认为 中国最好的省城是成都 是四川 是成都 说成都人 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成都这个地方的人 能搞事的 然后再就是北京上海 广州 深圳 就这么一个地方 小仙城搞不出多大个事出来的 真的 我不断的跟我的年轻的朋友 灌鸡汤 说一定要逃离小仙城 打死不去小仙城 你想想 河南的宁宁县 这么一个地方 这么一个小事 一个小孩 14岁被打死了 不苏熊病病就应付了吗 居然没有 所以无法解释 不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背后有什么幕后黑手 现在目前共产党官方 没有说这个 林宁县后面有幕后黑手 没有 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呢 据说啊 这个习近平呢 党中央国务院呢 已经对这个事情引起了高度重视 而且把它界定为是什么呢 是这个 1989年 六四以来 中国出现的最大的这个动荡性的事件 叫动荡性的事件 在一个小仙城里面 你相信吗 为什么呢 是因为已经有将近20万的县城里的人 那个县 那个县里面也就是不到100万人 已经有20万人上街游行 抗议 过去是一段时间 过去一个星期是在中学里面 大概有万把个人 现在整个县城都动起来了 整个县城都是喊声震天啊 而且喊的口号非常的吓人 就保障自由权 打倒独裁政权 打倒习近平 自由属于人民 自由万岁 自由必胜 说这个中共中央已经接管了 这个林林县的这个 这个学生暴死事件啊 在掉了三万多啊 将近四万个武警全区镇压 全是现在整个小县城里面 满街都是武警 你想想一个县里面 哪有那么多武警呢 一个省里面也没有那么多武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武警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这个习近平亲自管的 中央政法委和习主席亲自管的 调武警必须要有习近平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这个手艺 必须要有通知 要有文本通知才行 你自己地方上的省委书记省长 那市委书记市长 县委书记县长 那是不可能调动武警的 你最多调几个当地公安干警 调这个城管去赌一赌 去打一打是可以的啊 所以他们说这种情况 如果再不把它控制住的话啊 再不控制住的话 就会席卷全国 倒是中共当局将没有能力全面镇压 同时呢部分军警有可能倒向人民一边 并与民众一起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 是不是 说这个 这个河南这边的人呢 那个小孩的奶奶拿着一张他的孩子 孙子的这个照片 就挨个挨个的啊 就对那些个武警的人说话 一个一个的 说完了以后拍下他们的肩膀 说这是我的孩子啊 这是我的孙子啊 你们也是有孩子的人 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奶奶 成为爷爷 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像什么话 是不是 说这个小孩的姑姑是个知识分子 现在也在通过网络发声 让别人非常的生气 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呢 说是个什么事呢 说是非常简单的事 背后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这么一个幕后的黑手 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什么官家介入 你想想他一个学校 一个一个县城里的一个中学 我在县城里生活了十多年 他有什么背景呢 那个县城里面 你把县城跑了以后 也找不出一个一个牛逼哄哄的人物 真正牛逼哄哄的人物 他不可能看得上你这个小县城 你的资源是不是 北京上海不乡吗 还在县城里面布局吗 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是个什么事呢 说是这个这个男孩 这个你杨牛羊的班主人是一女的 长得还行 是个中学老师 是吧 估计是师范大学毕业 在那当高中老师 班主人 跟他旁边的一个老师 一个男的生物老师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打炮 约炮 是不是 正在吭吱吭吱的时候 突然被这个小朋友就得看见了 是不是 看见了以后呢 这个小朋友呢 他看见以后他不知道生前小孩也是 现在小孩都比较单纯 都有手机 拿出手机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拍了几张照片 哎呦 完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 老师就急了 就组织了一群老师 第一次让他删照片 然后把他手机给他砸了 删照片不行 他可以恢复的 是不是 就把他手机当着他面给砸了 这小孩不高兴了 现在十四五岁的小孩个子也很高了 然后就跟老师就打起来了 是吧 打起来以后呢 这个老师呢 是个美女嘛 就召集了几个男老师 就对这个小孩暴打 就一通暴打 前前后打了 他们说打了快40分钟 打的这个小朋友 喊爹叫娘 惨叫40分钟 最后才慢慢被这帮老师给打死 就这么一情况 他们说他们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听到了这个杨六阳的极其可怕的惨叫声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抗议呢 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啊 他就是什么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鸟 他也并没打算去帮助这个老师 去站在这个 只是想把这个事情把它掩盖掉 不想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说出去呢 对这个县里面的口碑不好 就这么地 他是在一种 非理性的层面 就站在这个老师身边 其实你把这个老师一抓起来 啥事没有是不是 然后给这个家长赔个不是 完了以后给他们家长赔点 给这个家长赔点钱 这个事就过去了 没想到他们护短 学校的校长也护短 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也护短 然后他护短的目的 不是说为这个老师的话 而是想把这个事情摆平 就是不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 免得我的政绩受影响 就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是典型的 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的 一个经典的一个基层现象 就是面对这样的群体事件出现以后 他没有人真正为这个事情担责任 他只是想掩盖 是吧 不担责任的原因 就是我不敢直面这个事情 我就想希望这个事情没有 结果这个事情没想到越闹越大 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河南地方上的这些老百姓 怎么这么牛逼啊 反正现在是 真的是越闹越大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判定 这个荷兰中学生的暴死事件 已成为六四之后最大的群体事件 现场上万群众高喊打倒 习近平整个县城都被武警给扒持 中央调了五万的军警前去镇压 一定要摆平 问题是你 你怎么个镇压法呢 是不是 我看那些个县城里的老百姓 他手上也没 他们说这次县城里面很有意思 他们去在那里闹 手上哪一个板砖都没有 也没有脱刀 也没有脱东西 每一个人都是吃手攻拳 挺有意思的啊 说这个土工中央也是啊 进去的五万多个军警也是 除了身上有一个有一个棍子 一个井棍其他的枪支都没带 就是想通过这个年轻小伙子军警把这帮老百姓给摁住 可是人家没打算跟你打仗 人家没打算跟你面对面的就是搏斗 是不是跟你跟你打一架 人家就是在那里喊口号 所以你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其实要我说的话非常简单 你就把这两个老师抓起来呗 给这个小孩一个死一个说法呗 你直面这个事情 不要掩饰 是吧 把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撤了不就得了吗 但是呢 共产党中央呢 又怕这个事情呢 又担责是吧 又担心这个事情呢 又全国延烧 形成一个示范效应 所以你发现没有啊 从中共中央的高层到小县城的县委书记县长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什么事情出现以后他不敢面对 就使劲的压压压 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 你越的压的越狠 那下面的老百姓呢 他就就情绪就越大 加上现在经济又不好 很多人家里都没钱的话 没饭吃 你压什么呢 反而是越到基层你越不能这样 你反而你大城市压一压倒是有可能 下面的基层的老百姓真不该压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上来就说为什么是个黑天鹅的事件呢 就是整个国家它是处在一个非常愚蠢的状态 没有人敢直面这个事情 老是想动粗 但是呢一旦动粗你又受不了 所以我们说河南的这个小县城的中学生的这个世界呢 要给高度的关注啊 已经过去两三个星期了 这个事情还没完 我们接下来看到底怎么一个发展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